阿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貓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其實今天呢 哲平跟團團就是出去玩了 差不多玩了快一整天吧 其實剛剛才回到家啦 所以就想說來錄一下我們貓咪大戰爭影片 來給大家看喔 那其實剛剛一打開貓咪大戰爭之後呢 哲平就看到一個很恐怖的東西好不好 也就是我們這個 超值紀念禮包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哲平是還滿推薦大家 可以來購買這個禮包啦 因為你們自己看的話 買590塊就會送你900個罐罐 然後買1190塊就會送你1900罐罐 其實還算是滿划算的 如果你是屬於要課金的人來說的話 那其實哲平看到這個跳出來 是有那麼一點點心動啦 因為目前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稀有轉蛋的卡池的話 是我們的風准鷹又登場了好不好 其實我真的覺得 貓咪大戰爭很厲害的一點 就是他能夠把風准鷹阿 還有我們的貓飯全派派 跟我們的那個飛雷阿 喔 都放在這種3加5加7的轉蛋池裡面 讓我們這些很想要的人 基本上也轉不到好不好 因為3加5加7 雖然有必中 可是基本上 他花費起來 是比我們1500塊罐頭必中 還要貴的喔 而且基本上 你搞不好抽到最後一隻 還不是我們風准鷹 那不就哭哭咧對不對 好吧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先跟大家介紹 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的風准鷹這隻角色阿 因為上次好像沒有特別介紹對不對 那他是一隻能夠對鋼鐵敵人有效造成妨礙的角色 偶爾會發輸會心一級的攻擊 對上鋼鐵敵人很耐打喔 並且使其動作變慢 攻擊力下降 範圍攻擊 那他是一隻能夠緩速鋼鐵 又可以對鋼鐵有一些坦性了 然後又可以打出魁心一級的一隻角色喔 所以真的是一隻大獎啦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 基本上上次的鋼鐵紀念 基本上都已經介紹過了 那這邊除了我們的海龍騎士波菜盾阿 還有我們的這個狂戰士貓以外喔 就是我們的巨劍騎士貓以外 我基本上其他貓貓都有了啦 那其實我這個系列也算是非常喜歡抽的一個系列 因為就是有風准鷹嘛 那如果能夠抽到風准鷹的話呢 那當然是最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就有兩張金券啦 我們就來試一下手機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 呵 不要做夢了好不好 好 我們直接金券下去啦 我真的也不想做甚麼夢 如果這八隻中了風准鷹好不好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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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看 跳跳貓是不是 不可能中風准鷹啦 所以這金券大概是丟水溝啦 所以就還好啦 而且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你抽轉蛋還有我們的招幅轉蛋券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來抽一下我們的轉蛋喔 那如果你很喜歡風准鷹這隻角色的話 建議大家也可以用3加5加7去抽出來看看 雖然會很貴 可是如果你抽到風准鷹的話 那你就會爽半天好不好 那我們來畫一下我們第二張金券啦 Let's go 這張如果中風准鷹好不好 我就一天不喝水 哈哈 一天不喝水有甚麼用 我在講甚麼 好啦 這邊中了超能力貓啦 所以還是沒有中我們風准鷹好不好 所以這一次的抽獎的話 還是沒中 所以就算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 他吹出這個超值禮包 哲平也不會去課啦 所以就算了吧 我們就放棄我們的風准鷹吧 好 那今天除了抽我們風准鷹以外呢 我們就來打一下我們的那個傳說關卡吧 那目前來說的話 哲平是打到我們孤島大瘟疫啦 那目前來說好像打到第一關喔 那上次挑戰的時候好像是失敗的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感染者來襲 應該可以用我們這一套就是 打布什系列的隊伍來打打看喔 那我們就先從這塊開始打吧 Let's go 那基本上其實我覺得 因為剛剛看了我們那個風准鷹卡池 好像剩10個小時喔 所以接下來明天應該是會換新的卡池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一下明天新卡池是出甚麼角色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感染者透過這一關卡的話 是出現我們一顆大的臉哥喔 那這大臉哥的話是一隻漂浮角色 所以大家可以帶一些專打漂浮角色過來 那這邊就有我們的鱷魚出現啦 那鱷魚的話是不死狀態的鱷魚喔 所以大家要特別小心一點點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用一隻強貓出去擋一下陣線 讓鱷魚都鑽地板過來喔 好 這邊讓他們鑽地板過來之後呢 馬上再補上幾隻強貓 把他們卡在這邊 然後馬上出現我們的一隻雛號機 我們的左手鎮一哥 好 沒有打中好不好 直接沒有把他們打死 所以很可惜 好 這邊的話就打多一點盾牌 然後幫我們的左手鎮一哥撐一下陣線喔 不然我覺得其實這幾隻 而且後面出現的是我們的噴噴老師的小孩 應該是噴噴老師幼年型態喔 好吧 直接被噴噴老師幼年型態給錘爆喔 所以這塊的話我覺得應該是要 快點出我們的雛號機給他走出去之後 然後放盾牆趕快把他擋住 然後後面再派幾隻多一點的那種盾牌喔 所以這塊的話來說的話 應該是可以帶多一點盾牌來試試看喔 我覺得這邊的話先把我們的陣型調配一下 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就是 欸 那這塊的話應該不用帶我們炸彈貓喔 我們把炸彈貓換下來再換多一隻的橡皮貓喔 那其實剛剛的話應該是可以就是利用我們的那個 盾牌再加上我們那個 初號機再加上我們的喉屑喔 應該是可以輕鬆的把我們那個 欸 我們的殭屍鱷魚給解決 那解決之後呢 應該當我們噴噴老師的小隻形態的話 應該就不會那麼困難喔 那如果待會還是不行的話 應該要疊一些我們那個 打漂浮角色的那個 攝影師貓貓出來 應該會比較優秀一點點喔 那其實這關的話 一開始就不用先看他們緊張 就先存點錢 應該是可以等鱷魚走過來的時候 我們再出初號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好 我們這邊的話呢 待會等他們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先出一隻大快樂牆貓啦 大快樂牆貓出出去之後 擋住之後呢 我們就先把陣線卡前面一點點喔 然後利用我們就是大快樂牆貓的這個 特性 走快一點 然後把他們擋在前面之後呢 再出我們的初號機喔 那初號機出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擋住陣線之後呢 就是努力的出我們活血大戰吧 我覺得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這邊的話 先趕快把我們盾牆給上上去喔 左手正義鐵拳 左手的正義鐵拳 快打 哇 這邊直接被打到後面去 這邊正義一發之後呢 趕快叫我們猴蟹出來喔 然後盡可能就是來疊一下我們猴蟹 然後這邊打下去 哇塞 等一下等一下噴牌老師要來了 這邊的話趕快再補上我們盾牆 應該是沒問題喔 這邊 然後這邊 大家把我們坤老師打後面一點點 然後補上我們的那個 三盾喔 四盾 我覺得如果這邊不夠盾牌的話 待會應該要出去換一下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攝影師貓貓喔 因為這邊感覺好像 扛不太住啊 這個陣線 不過我們呢 初號機感覺是打得還蠻開心的 所以應該還可以這邊再補上一隻猴蟹喔 不要被打到塔 不要被打到塔 拜託你 這邊揍下去 哇 直接被揍飛 這邊噴噴老師的數量的話有點多 所以這邊我覺得 應該再加一隻攝影師貓貓應該會不錯喔 哇 這關卡 不是才第一關嗎 怎麼越來越難啦 那我們這邊就把諾諾換下去 然後來換一隻攝影師貓貓上場喔 好了 那我們這邊換上一隻攝影師貓貓上場啦 那可能是因為哲平今天玩得太開心 玩了一整天 所以 我們的精神力可能無法集中 不過我覺得應該還好喔 剛剛控制的應該還不錯吧 所以 我覺得這應該不是我精神力的問題 搞不好就是關卡就是有HL 讓我們有一點點思考能力喔 那我們這邊一樣就是先放出我們的那個 大狂男強貓 然後放出去卡之後呢 一樣叫出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初號機 那初號機叫出來就是趕快叫我們猴蟹大戰出來喔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前面就可以擋住了 那 那暈的話趕快先叫出來 叫出來之後呢 我覺得應該就可以再疊一隻攝影師貓貓了喔 然後 欸 這邊的話先 擋住陣線 先等我們的初號機 把我們的鱷魚給打死 那 其實這邊的話比較麻煩 因為其實鱷魚的數量很多 因為左手哥其實 也不是說 我們百分之百的趕快把它給解決喔 這邊疊了一隻攝影師貓貓而已喔 這邊的話應該是 可以再疊多一點的攝影師貓貓出來 然後這邊再放幾隻猴蟹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這邊用我們攝影師貓貓扛住這個陣線 把它小小噴噴 打到後面去應該是沒問題的喔 這邊 用攝影師貓貓扛住多一點陣線喔 加油加油加油 這邊左手哥 拜託 左手哥 現在錢很少啊 好 那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的初號機已經快要死了喔 因為他已經有越戰越勇的姿態啦 那 這邊的話盡可能趕快再叫多一點的攝影師貓貓出來扛一下陣線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這樣就比剛剛還要穩定一點點了吧 OK 這邊有錢了 趕快先叫一下我們幼板師出來 好好好 趕快叫出幼板師應該沒問題 然後這邊把我們的小小噴噴打死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再叫出我們的那個內人啦 好不好 直接叫出我們的白巫厚 應該就是會更穩定一點點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這邊看我們攝影師貓貓 果然沒有問題啦 三隻攝影師貓貓 四隻攝影師貓貓 完完全沒問題 那邊存一點錢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叫一下 我們的白巫厚好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 解決掉我們小噴噴以外 喔 好吧 喔 馬尬 喔 崩嘎 喔 馬尬 後面 伊託拉庫的死亡企鵝 正在後面登場了 我覺得這邊 喔 馬尬 喔 不 死亡企鵝 全部 蹲下去了 好不好 這邊 我們就在後面 盡可能的拍一些那個 拍一些吼蟹吧 喔 馬尬 這邊可能會有點慘喔 這個企鵝群 我們就盡可能的看一下能不能扛住陣線 我覺得應該太早出我們白巫禍 應該要讓我們白巫禍在比較後面一點點 這樣來保護一下我們企鵝的陣線 我覺得這企鵝有點可惡啊 喔 這邊 哇 我現在立大功直接把他們進化了伊托拉谷 所以這關應該還是可以撐住喔 可是 小朋友又來了 不要啊 小朋友救命啊 手下留人啦 好 這邊的話我們的白巫禍內容是還有留著喔 所以是還好的 可是 我們的初號機已經死翹翹了 那 這邊的話呢 只要先穩度陣線 然後疊我們的攝影師貓貓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 這邊的話企鵝應該不會再出來吧 希望囉 如果真的再出來的話 可能就要再等一波了 不然就真的很麻煩喔 我的天哪 那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攝影師貓貓疊起來 的確是可以來扛住我們小小噴噴的威力喔 所以 OK 沒問題 即便加上我們內人的一個緩速效果 我們這邊就可以有一筆金錢 或叫我們的美女神出來啦 那美女神在這關的話 就可以來打我們的頭頭 不會被牠咬傷囉 那 前面的話就是盡量放多一點的攝影師貓貓 可以撐住我們那個漂浮級人的攻擊啦 所以 這邊的話 大頭打我們的攝影師貓貓 應該也不會那麼快就直接把我們的攝影師貓貓給打死喔 應該 好 看來是沒問題 因為我們的攝影師貓貓好像也有復活的機會喔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靠我們的美女神跟我們的內人 來打我們這個飛行頭頭跟我們的那個小小噴噴老師喔 所以 應該是沒問題 可是 後面的話又有幾隻小小噴噴出來 不過我們這邊美女神的聖結宮殿呢 直接把我們的大頭臉哥給打死了 所以 這邊的話就只剩下兩隻小小噴噴啦 那 兩隻小小噴噴的話呢 在我們攝影師貓貓跟我們內人 還有我們美女神的夾擊之下呢 應該是沒有問題可以直接成功的把它給帶掉喔 我覺得 第一關 會不會太難了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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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該說什麼耶 這關好像真的蠻麻煩的 可是我是覺得應該是我一開始還不知道 我噴噴老師的小孩啦 所以 其實打噴噴老師的小孩的話 真的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帶一下 我們這個攝影師貓貓 其實還滿優秀的喔 這邊的話應該可以順利直接把他給解決掉 沒問題 取得這關的勝利喔 那其實我們這個談談者偷渡 還算是非常麻煩的一個關卡啦 因為其實他是有那個鱷魚 再加上我們那個比較厲害的臉哥喔 就是走得很慢 可是攻擊力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一大堆小型的噴噴老師小時候 所以噴噴老師小時候我覺得是一個大重點啦 好的 那如果大家對我們的孤島大瘟疫的感染者偷渡 有一些任何問題或是一些比較好打的方法 或是一些比較安全的攻略方法的話呢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喔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可能按按訂閱喔 那下小鈴鐺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Viking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